立即為你介紹2020華者女神系列 Part 1 歡迎大家來到R&B Hi-P,我是Rajon 大家好,我是B-Chill 今天很開心,有一班美女陪著我們 沒錯,就是今年的溫哥華華瑞小姐 2020的1號至4號 不如先說Hello Hello 年文 Hello Hello Ladies 不如立即請她們再介紹一下 好,不如我們先邀請1號Vicky Hello,Vicky Hello,你們好,我是1號Vicky 很開心可以今天和你們一起在這裡聊天 我今年23歲,剛剛在UBC畢業的Business Students 我在學校學的是Human Resources和Real Estate 我在10歲和家人移民來到溫哥華 所以懂得說流利的廣東話、普通話和英文 很開心可以在這裡和你們一起聊天 我們都很開心 真的 對,廣東話真的很流利 10歲來到都還這麼流利 一會兒可能要問她怎麼可以在地區 學廣東話都這麼厲害 對 好,然後我們現在有2號的Yuki 請你幫我介紹一下吧 大家好,我是2號選手Yuki 今年18歲了 我的中文名字叫魏羽諾 羽是羽毛的羽,有大鵬展翅的意思 然後諾是承諾的諾 也有堅定信念的意思 現在就讀於倫敦大學的管理科學系 然後我現在是一名大一的學生 哇,好厲害 你講到自己18歲的時候 不要說18歲了 我都不知道怎麼講 Yuki 非常厲害 又是高材生 又是讀過很多書 很厲害 是學吧 對,又在這個倫敦讀書 我最喜歡什麼 London Bridge 這個很謂的故事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 好,謝謝2號的Yuki 接下來呢 我們有3號的Ariel Ariel,你好 Hello Hello,大家好 我是3號Ariel 愁精心 今年22歲 我是UBC.Computer Science 我現在正在學廣東話 所以只會說一點點 就少分鐘就說不說 不說 老實說 我告訴大家 我想就會說那麼一點點 但是非常非常非常開心 能夠來到R&B High Tea 跟大家聊天 謝謝 謝謝很盡力的試試看 廣東話跟我們聊天 我以為呢 他一開始講廣東話的時候 他是流利廣東話的嘛 之後都繼續用廣東話 跟我們聊天的了 給我們一個驚喜 嚇一嚇大家 真的很驚喜啊 OK 好,然後呢 有請4號的Beryl Hello,大家好 我是4號劉備威爾 劉佩瑟 一直四個字也是4號 然後非常開心 能夠來到R&B High Tea 我是邁基爾大學畢業 現在是紐約大學研究生 讀戲劇和電影 然後 今天也是非常的特別 所以非常非常的感謝大家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 Beryl 就是你讀電影那個 但是為什麼你今天看到你的鏡頭 好像有點萌萌的這樣子 就是特別的效果給我們呢 都不要看那麼清楚 Ambience 要一個Christmas的感覺 有聖誕氣氛 有聖誕氣氛 因為他的身頭 就是一棵很漂亮的聖誕樹 在那裡 真的想過度過 還有我看Beryl的咪 它有POP Filter 在那裡 專業的時候 都不會有這種器材 連我和B Chiu所用的咪 都沒有這個POP Filter OK的 OK的 一起看看大家 短短這幾個月的訓練 雖然今次我們 因為不是一個 好像以前很正常的 華者的訓練 大家可以經常組合在一起 很近距離的見面 有少許的距離 但不要緊的 看看大家 認識彼此有多少 是 OK 好 今次的第一條問題 就是說 你們四位當中 你覺得 哪一個是 最適合做表情包的 表情 面部表情很豐富的 我覺得 我覺得我會挑Beryl 四號 就是做表情包 因為 我們其實 八個女生 都是有一個群的 所以呢 就是每一次 講話最多的 就是發最多表情包的 就是Beryl 所以每次他一發 我就能想像他做那個表情 所以我覺得他就是那個 做表情包最好的那個人 可是我記得也是Beryl 是嗎 我是Beryl 因為 因為就是我們第一次去拍照的時候 然後我是屬於沒有什麼經驗 然後我也不知道該擺什麼表情 然後我前一位姐姐就是Beryl 然後我看他特別會拍 特別會擺 然後我當時還蠻羨慕的 我覺得他表情還是蠻豐富 蠻值得我學習的 所以你最後真的有學習到一兩招嗎 我有在努力 好 好 太誇張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好不好 就是你才拿得到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風格 好 那Ariel呢 你覺得哪個表情包呢 Hands down Beryl 好 大家公認都是Beryl 公認了 OK 好 這個學習電影專業的表情不豐富的話 我覺得他的電影能夠豐富嗎 這個都是對於他專業的認定來的 就是從事電影的工作 如果表情不夠的時候 怎麼做到呢 那就問一下Beryl 你覺得是不是自己 還是你覺得其他呢 Beryl 然後我們上次舞蹈完了的照片 我看到我自己的那個 跟大家一起的合照 我就把我自己變成了一個表情包 所以現在自己手裡 有很多我自己很搞笑的臉 當成表情包 那你以前也發覺到自己 是這樣豐富的臉部表情的嗎 我就是因為我小名叫樂了 所以我其實有時候就是 在平常時候就比較嗨一些 所以就經常會 就是發表情包 好 你知道每年華裔小姐裡面 都有這個私以問答的環節 這次也想去模仿這個環節 Beryl 就是給大家的感覺 先試一下 先熱身一下 通常都是做完模特兒之後 走到私以旁邊 然後問問題 我們想像一下Vicky 現在走到我和Beryl的中間 現在就要問她第一條問題 一號佳麗,Vicky你好 想問你的問題就是 如果除了你以外 你其餘七位的姊妹全部都掉下水 你會先救哪位呢 嘩,這個好多人害怕 全部都掉下水 怎麼辦呢 Vicky 如果我要全部女生都掉下水 我會救Yuki 我會救Yuki 因為她是最小的 我覺得其他 她們應該都懂得游泳 也都很有經驗 懂自救 那我肯定要救一個 最小的一個先 那其實想說一下 我自己都不懂游泳 但是如果 我自己都不懂得游泳 但是如果 但是有問題 就是Yuki會 會游泳嗎 她會開一個快遍嗎 會開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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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用是不是 也會 對 Vicky 不用了,節省了 Vicky 你不用跳下去 我自己教自己 哈哈哈哈 所以是 我喜歡游泳 哦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想學一下游泳呢 我有學過游泳 我學過兩次 都沒有學成功 哎呀 一定是那個教練不好 先生不好 是啊 下次 有機會我們一起去 你想教Vicky游泳嗎 哈哈 先游乾水 我先打麻雀 好,那謝謝Vicky 那接下來呢 我們有二號佳麗 Yuki在這裡 是,Yuki 我想問問你 如果你很愛你以前的男朋友 但他曾經對你不忠 就跟你分開了 但是過了很久之後 現在他說痛改前非 想跟你復合 那你會怎樣選擇呢 會不會真的跟你復合呢 我應該是不會再跟他在一起了 因為就是已經一起 如果已經經歷過一段路 然後覺得不合適的話 如果再和好的話 也是重蹈覆轍嘛 所以我就不會跟他再和好了 但是他說我已經改變了 我已經不是以前的我了 你看 但是你也很愛 樣貌也漂亮 帥很多了 有激動了 你也很愛他 但是我自己也有改變 我自己也變成了不一樣的自己 也不是喜歡他時候的我了 我喜歡 這個有態度 我已經不是以前的自己了 對 我有一個問題 I deserve better 我的問題是 你真的是18歲嗎 18歲了 怎麼這麼成熟 這麼成熟 這個不錯 明白了 真的很缺絕 不要吃回頭草了 找個更好的好果 謝謝你 Yuki 接下來我們有3號的Ariel Ariel你好 如果你放棄一位佳麗的話 你一定可以拿到冠軍 你會選擇淘汰哪一位呢 我實在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是非常困難 晚上時候有想過 反常都在想 反常都在想 like I said before 像我剛剛說的 8號家裡 Julian 以前跟我是roommate 然後我們以前的約定是 One of us crown the other person 那如果要淘汰一位家裡的話 我可能希望會淘汰8號 這樣的話 他可以明天再回來 然後我可以crown他 要這樣的 哇 用這個友情以前的Promise 來包裝 你這麼殘酷的一件事 好朋友就是這樣子要做了 我喜歡你這個解釋 不要啊這個 不要自歪 OK 但是 但是 如果你自己選擇自己的話 那他可能得了冠軍之後 明年出來 回來的時候 因為他就可以crown你了 就是 如果我選自己 那就the other way around 所以 所以肯定就是你們兩個 都玩完了這樣 不是 好吧 其他家裡就沒有機會了 就是 哈哈哈哈 重點是 他要贏了冠軍先 好 搞笑一點 開玩笑 just kidding OK 但是就證明說你們兩位 原來是有那個 這個解密情 真的嗎 好 好 好 最後一條 剛剛想問一下Barrel 就說 如果這個世界上 真的有位外星人 你撞到他了 你會怎樣向他 介紹 人類呢 就可能你是怕他會 對我們人類有些誤解啊 想要殺掉我們啊 還是怎樣 其實我覺得就是 如果是外星人 他同樣也會怕我們 就是這些 戴著五個手指的人 都是幹什麼的呢 我覺得他們同樣也會對我們 你頭髮這麼長的 頭髮這麼長 然後又要帶 又要化妝 為什麼 所以我覺得應該同樣都會 彼此會覺得你們都好奇怪 然後我會希望可以去跟他們 找到語言去交流 也許他是音樂或者是 給他們看一些電影 或者是給他們一些 書來去看我們 這是我們人類 然後希望跟他們可以建立友誼 我們一起去拯救我們的世界 哦 但是如果開台電影 我要去看電影 哪一部電影好呢 他自己拍的呢 是啊 哇 不是一個學星的 以後以後 如果我能拍這電影 來給他們看 哦 但是你會拍什麼 就是喜劇啊那種啊 還是家庭溫情的那種啊 還是哪一種呢 只要是好故事 什麼都可以 只要是有意義的故事 有好的故事 有意思的故事 我都願意 我非常 我什麼都可以 可以 哦 有意義就可以了 就OK的了 明白 明白 不明白 那我們就要等下你的作品 對 等下你的作品 真的很厲害 我們這些問題都難得到他們四位 對 好像很簡單 搞得我們好像很不濟 不是 在這個過程中 都令到我們認識到四位 都不錯 很開心 可以跟四位解禮 去聊天 不過始終時間也是有限 對啦 開心的時候很快就過了 最後的節目 最美聲的時候 我想請四位 不如點一首歌 送給我們大家的聽眾 今年不可以想要送哪一首歌 給我們問天眾 哪位做代表 去講這個答案出來呢 我們會選 周柏豪的最後召集 給大家一齊聽一下 是 有沒有特別的原因 為何要最後召集這首歌呢 因為我們這個華裔小姐 都差不多到尾聲了 我們都差不多要和大家 說拜拜 我們所有女生都要聚集 去prepare for the final 有這個意思 加上第二 我們都準備過一支舞 是用這首歌 來呈現給所有觀眾 大家可以先聽一下 接著 再是時候看看我們的舞蹈 這樣 哇 準備大家一個head up 留意一下 聽到這首歌之後 看看他們玩了一下 將來他們會怎樣跳舞 怎樣表演 大家去等下 對,就是想過度過 那這個溫哥華裔小姐 是否這個12月20日 就跟大家見面了 這個finale 對 希望大家就這樣做好這個準備 接下來有一個最佳的狀態 最漂亮的去示人 祝你們一切順利 祝你們good luck good show good show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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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謝謝